水优涵看着沉浸在梦中的王燕然 真的有些无语 她知道和陷入爱河的女人讲道理是自找苦吃 所谓忠言逆耳 一不小心还会得罪人 不过想想当初王燕然的帮助 还有后来两人相处的时光 王轩的嘱托 她还是要勉励一事 燕然 你这些想法倒是没有什么不好 不过你有没有想过 皇帝的后宫不同于平常人家的后院 那些个家里背后可都是有家族支撑的 皇家无私事 后宫的事也牵扯到朝堂 皇帝虽然是天下之主 可在男女情爱方面 只怕还没有普通百姓自在 他所宠爱的女人 未必就是他所喜欢的女人 而也许种种原因 他未必能宠爱他喜欢的女人 更不用说给这个女人皇后的位子 燕然 你年纪还小 又喜欢热闹 爱玩爱闹 皇宫是天下规矩最多的地方 你受得了那样的约束吗 皇帝一人深系天下时 他又能抽出多少时间来陪在你身边 你真的愿意小小年纪就陷在身宫 忍受心爱的人不在身边 却必须要和心怀诡计的女人 在一起消磨时光吗 皇帝是天下的主人 他说怎样就怎样 谁还能管得了他 事在人为 我觉得他很喜欢我这个性子 他不会让我受委屈的 就这么相信 爱情的力量可以改变一切吗 就算皇帝真心喜欢你 愿意为你做种种的改变 你能独宠后宫 可是这样一来 他就会受天下诟病 被史官抹黑 燕然 这难道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王燕然迟疑了片刻 水姐姐 你说的也有道理 可 可我真的喜欢她 为了她 我愿意受委屈 水油寒头上挂下黑线 王燕然 他竟然是个大叔控 那个脱名做柴老爷的皇帝 应该有四十多岁了 他的儿女 只怕比王燕然的年纪还要大 王燕然放着那么多 花样年华的单身俊男补药 偏偏看上这么一个女人孩子一大堆的皇帝 成熟男人的魅力就这么大 燕然 你年纪还小 你有没有想过 也许你对皇帝的感情 根本算不上喜欢 他是皇帝 整个天下都是他的 所以他这周身的气度 是无人能及的 你从来没有见过这一类型的男子 一身迷惑也是有的 也许你对他只是景仰 燕然 其实紫舟一直对你很好 你们年纪也相当 又有共同的爱好 水姐姐 你不要说了 我不是小孩子了 喜不喜欢 我分得清楚 九哥 我一直把他当做哥哥 就像对我二哥一样 他是不是去你那里抱怨了什么 不就是画像的事 要他帮忙 又没告诉他是做什么用的吗 这小巨鬼是他自己想歪了 还要怪谁 紫舟没有向我抱怨什么 我也不是为他要说话 燕然 我一直把你当做自己的妹妹 我比你年纪大 经历的多 我希望你能快快乐乐的生活 不要沾染烦恼 我知道你对后宫的融化富贵 是不稀罕的 你喜欢皇帝 其他的女子难道就不喜欢 那个皇后的位置 更不知有多少人盯着 燕然 你要想清楚 你做出这样的选择 今后要面对的是什么 然后再确定 你是不是能承担这些后果 水姐姐 你别把我当做有野心的女孩 其实 我只想陪在那个人身边就够了 难道就因为她是皇帝 我就不能喜欢她了吗 水姐姐 如果真一个不是郎州 你就不喜欢她了吗 怎么能够这么比较 水油寒叹了一口气 知道劝不了王燕然 就问道 小桃呢 怎么一直都没有见到她 王燕然皱了皱眉 就是因为这件事 小桃被我娘打了板子 关了起来 那些婆子可真狠 这次是下了狠手 好在都是皮外伤 我已经安排人给她治伤 每天饭菜也都挑好的给她送过去 等过两天 我爹娘回心转意就好了 小桃这次又为我受了委屈 等她放出来 我一定好好犒劳她 以后去了宫里 还要她和我做伴呢 哦 是这样啊 燕然 你瘦了好多 听他们说 你这两天什么都不肯吃 王燕然往我门口 见没有人守着 才低声对谁又还说道 我每天都偷偷吃些点心的 我就是要吓唬他们 等他们看我饿瘦了 心疼了 自然就肯让我进京了 女孩子这么瘦可不好看 不管去不去选飞 你还是要好好的吃饭 你这样 别说你爹娘和你哥哥 就是我也心疼 你真忍心 让大家为你担心吗 你要怎样 都该好好和家里人商量 不该这样任性 听姐姐的话 别把自己的身体不当回事 嗯 好吧 水姐姐 其实这两天 白水糕点 我也真的吃腻了 那就好 你好好吃点东西 我还有别的事 有时间再来看你 水优寒站起身 嗯 水姐姐 那我就不送你了 你出去时 就和下人说 王妍然转着眼珠 琢磨该如何措辞 水优寒忍不住笑了 我知道了 我叫他们赶紧送饭菜给你吃 王妍然有些不好意思 但还是点点头 水优寒走出王妍然的卧房 小脸赶忙迎过来 水优寒便说 让他送饭菜进去 小脸高兴的硬了 还是奶奶有办法 能说得动姑娘 水优寒苦笑 哪里是他说动了王妍然 而是王妍然所谓的 不吃不喝 坚持不下去了 等的 就是他这个台阶 水优寒往外走 正在奇怪 魏三娘去了哪里 就见魏三娘从拐角处迎了上来 四下都是仆妇 两人也不好说什么 出了王妍然的小院 就有两个丫头过来 说是少爷吩咐 让他们过来领水优寒 去见京城来的贵客 水优寒知道 这时王儇安排好 让他去见月娘 并让两个丫头领路 一路走去 水优寒见魏三娘 似乎有话要和他说 却故意放慢脚步 与领路的丫头 拉开些距离 二婶 你刚才去了哪里 我刚才在屋外守着 后来见有人来了 我就躲了起来 我听那仆人 称那夫人叫夫人 是不是就是王家小姑娘的娘 那个沈夫人 应该就是她 那她既然来了 怎么没有进屋 她是没进屋 在屋外偷听你们说话来着 听到那小姑娘要做皇后 她就转身走了 哦 出来时 那院子里好像少了一些人 是怎么回事 我听那些丫头说 是什么老太太从棚来回来了 好多人都跟着老夫人 过去伺候了 沈家老太太也来了 不是说她一直无名在床吗 这难道是听了外孙女要进宫 这一下子便就好了 这沈老太太打的是什么主意 水优寒这么想着 已经到了月娘所住的小院 月娘早得了消息 正等在门口 见水优寒到了 紧走几步给水优寒见礼 迎了水优寒进屋 奶奶这两天可好 小少爷可好 月娘笑吟吟地问候 亲自捧上茶来 多谢月娘记挂着 暂时还好 奶奶想好了没有 我们出来的日子也不短了 夫人不知该如何惦记 奶奶和小少爷 还是早点随我回府里 才是正理 月娘这些天 小岚并没有闲着 那我们母子所受的遭遇 月娘应该是查清楚了 月娘应该比我还清楚 这害我们母子的黑手 就在京城里 而且就在侯府内 夫人这么着急让我们回去 不知有什么打算 月娘有些尴尬 奶奶和小少爷受的委屈 我都写信和夫人禀报过了 以夫人对奶奶和小少爷的看重 肯定会调查个水落石出 况且 如今奶奶和小少爷的安全最重要 只有回了侯府 有夫人庇佑 才能保得小少爷的平安 如果夫人真的护得了我们 那又怎么会让我被人陷害 不得不离开侯府呢 今时不同往日 为了小少爷着想 奶奶也应该把过去的事情放下 夫人过去本想放全给奶奶 所以很多事情都不过问 这才会被人钻了空子 可是现在有了小少爷 夫人是小少爷嫡亲的奶奶 为了孙儿 夫人自然会竭尽全力 奶奶也想着一家人 共享天伦之乐不是 月娘 你如此确信 我儿子就是储家的孩子 当然 奶奶这话是怎么说的 别人风言风语 奶奶您不是应该最清楚吗 况且小少爷和大少爷 小时候简直一母一样 认谁都不会认错的 月娘 今时不同往日 过去夫人没有护住我 现在未必更能护住我的儿子 还有月娘所说的风言风语 则更是可怕 我为什么从府里出来 府里上上下下 只怕都是清楚的 现在 我若带一个孩子回去 还被认作嫡孙 不仅我的孩子要面对闲言碎语 还可能性命不保 就算夫人不在乎我母子的安慰 也应该在乎大少爷的脸面 整个侯府的脸面 况且 我手里还有你们大少爷 亲笔写的修书 就这么把我们接回去 相当于侯府自打嘴巴 把自家送给整个京城 当作笑柄 月娘 夫人这么打算 很不妥当 听了水优寒的话 月娘似乎不太高兴 奶奶您多虑了 一切都有夫人兜着 过去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的事 况且我家奶奶出来这两年 也与以前大有不同 定然能护得住小少爷 水优寒瞟了月娘一眼 这真是油言不尽 站着说话不腰疼 月娘 这件事关系到我们母子的性命 我绝对不会跟着你回去送死 你趁早收拾行李 回去和夫人说 就当没有我们母子这两个人 一大少爷的人才 若要再娶 京城归秀 只怕都屈之若鹜 夫人想抱孙子 难道还怕没有吗 夫人是真心惦记奶奶和小少爷 夫人交代我 一定要奶奶和小少爷回去 夫人的意思是 如果奶奶执意不肯回去 那就把小少爷交给我带回去 那是侯府的骨肉 岂能落入外人之手 奶奶您舍不得小少爷 怕他受苦 奶奶在济水城有所作为 沈夫人已经写信 详细告知了夫人 您若与侯府争小少爷 是争不过的 而对小少爷本身没有任何好处 还会连累了一直照顾奶奶的那个人 奶奶想想 若是侯府追究起来 最后小少爷还是归侯府 不过 因为您这个母亲 她的名声也许会不好听 而到时候 奶奶没了儿子 又不能回侯府 再寄水也无法立足 真是两手空空 您这是何苦呢 奶奶是聪明人 还请奶奶三思 岳娘板着脸 像背书一样 说出一番话来 水又狠脸上 做出又是害怕 又是生气的模样 一只手早已在袖内握成了拳头 欺人太甚 不仅根本没把他们母子的安危放在心上 更加木空一切地威胁他 看来当初的下马威 还是太轻了 不 我不能让我的儿子自己回侯府 岳娘叹了一口气 夫人也不想拆散奶奶和小少爷 所以 奶奶您还是早点和我回去吧 要我们回去也行 可你们 必须答应我几个条件 水又寒 做出努力挣扎的样子 奶奶请说 要什么条件 现在侯府情况不明 种种迹象表明 要杀害我们母子的真凶就在侯府 而且还握有相当的权利 这种情况下 让我们母子回去 无异于扬入虎口 夫人既然如此重视我们母子 定然不愿意将我们母子置于险地 让人架在火上烤 岳娘你说是不是 水又寒看了岳娘一眼 也不等她开口作答 就继续说了下去 要我回侯府 必须请夫人查明当初陷害我的真凶 在王家村意图毒害我的真凶 还有这次王家齐儿的幕后黑手 只有把这些恶人揪出来 我和齐儿才有安全保障 如果这些人逍遥法外 我们母子在哪都安全不了 水又寒说到这儿 深吸了几口气 攒足了勇气 才又说道 若是夫人不答应这些条件 硬要我们回府 那无异于是要我们母子的性命 那好 我也只好和你们拼了 你们想想 派人来害我这么多次 在这衙门里都有了底案的 我拼了性命去告欲状 我也不告别的 就告你们杀害亲生骨肉 让当今圣上来判断判断 你 月娘身躯微颤 看着水又寒 月娘 我是个弱女子 但是我也是个母亲 为了我的儿子 我肯豁出这条性命去告状 月娘 一副精衣不定的模样 上下打量水又寒 水又寒看月娘的脸色 直到火候到了 便又低声下气 央求道 月娘 我也知道你是奉命行事 不过 你是夫人身边的心腹 能给夫人当一半的家 我刚才提出的 就是回侯府的条件 我 是不会改的 不过 我也不能让你交不了差 我愿意带着齐儿先回去 奶奶这是答应和我一起回去了 月娘惊喜道 回府我可不敢说 我是说回京城 我会带着齐儿去京城 但是我母子会另外找地方居住 等夫人达成了那些条件 再商量回府的事情 不过 可要事先说好 我这样做 实在是感念夫人对我们的牵挂 可以请夫人为我们想想 不要在条件没有完成之前 来找我们母子 而且 还请夫人想法子保住我们母子的平安 如果 她有这个能力的话 月娘低头思考良久 方答道 好 我便自作主张 暂时替夫人拿了主意 奶奶您打算何时动身 水油寒松了一口气 我得回去和奶娘他们商量 不过不用担心 他们会听我的 然后还要做些准备 到时候我会通知月娘的 那太好了 到时候大家一起启程 奶奶身边伺候的人少 我带的人多 都是府里忠心耿耿的老人 随便奶奶拆遣 如此 多谢月娘了